据美联社报道 周四野门的交战双方 同意在战略港口城市和台达立即停火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称赞这一些意为真正的进步 这减轻了野门的痛苦 部队的停火和撤退 减轻了人们的担忧 如果不停火 和台达的战斗可能迫使其港口彻底关闭 这里是数百万野门人的食物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的这个主要转运点 野门的食物几乎全部依靠进口 其中约70通过和台达港口 在和台达周围持续了几个月的战斗期间 港口仍然开放 尽管物资从该市运输到该国其他地区的速度减慢了 但这里依然在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然而停火协议可能并不意味着那在减轻野门人的苦难方面能发挥多么重要的意义 因为向和台达运送物资的船舶 仍必须经过联合国监测员的严格搜查 以确保没有武器在船上 这一过程延迟了交付 再次再进入该国之后 由于腐败或管理不善 向急需的家庭提供食物又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是还是有好的迹象表明 这次谈判似乎比前几轮谈判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也门外交部长哈利德奥亚马尼和胡在武装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阿布杜勒萨拉姆在谈判结束的活动中微笑握手 联合国特使马丁格里菲斯衬 这将是这场冲突历史上的首次撤军 而且撤军是在最敏感 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地区 周三时他表示自己还向双方提交了一份已公考虑的协议草案 其中包括重新开放萨内首都机场的建议 以及一个战后也门政治框架的建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对停火表示赞同 趁这位数百万的也门人提供了希望 并在一份声明中说 只要他能帮助那些在冲突中遭受如此多苦难的也门人民 任何取得和平的进展都是良好进展 比斯利补充到全体也门人需要是永久 可持续和完全的和平 编辑DXY